妈妈发现 小狗出去玩竟然没有戴上他的腿 他走进地下室一看 双胞胎儿子正吃着狗腿子 妈妈吓坏了 他赶紧关上地下室的门 接着拉来一个箱子压住门板 拿出铁链准备将双胞胎锁起来 而双胞胎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因为捡到一块黑色的陨石 就在晚上睡觉时 陨石突然流出大量黑色液体 紧接着双胞胎的身体就发生了一点 这才发生了开头一幕 而就在这时 一个邮递员来到这里 他听见地下室传来孩子的叫声 于是扒开了地下室的木板 邮递员将半个身体探进地下室 可是里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于是他准备找人帮忙 刚起身就被放到 直接被拉进了地下室里 转眼三十年过去 妈妈也变成了老太婆 这天妈妈给儿子喂食时 一不小心滚进了地下室 没想到兄弟俩以为今天加餐 这天一辆大巴车来到这里 车上坐满了一群网瘾少年 家长将他们送到这里借除网瘾 在这里他们不能使用电子设备 他们被随机分组 然后跟着一名导师野外生存三天 小美这组人跟着导师一路不幸 他们来到丛林深处露营 没想到他们露营的地方 就是双胞胎家附近 晚上短毛睡不着在湖边玩手机 没想到双胞胎弟弟出现在这里 他连人带着睡袋直接脱走 短毛在睡袋里大声呼喊 双胞胎弟弟直接拎起睡袋 朝着树干砸去 第二天导师发现短毛不见了 于是导师决定分头寻找 他留下黄毛和金发妹看守营地 自己带着小美和小胖出去寻找 没想到来到了双胞胎家里 男孩只是偷偷给女神点赞 没想到身后出现一个黑影 他被人带着睡袋一起拖走 第二天导师发现他不见了 他们找到一处破旧的房屋 房门没锁他们走了进去 屋子里面没有人 可是地下室有动静传来 导师打开地下室的木板 一阵恶臭迎面扑来 导师和小美来到地下室 他们发现了短毛已经变成了尸体 就在两人吓得跑出地下室时 双胞胎回来了 小胖赶紧让他们一起 先藏到地下室 可是双胞胎弟弟 还是发现了他们 导师赶紧打开了通风口的木板 他让小美和小胖 先逃出了地下室 自己准备逃走时 短毛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起 导师让两人先走 自己准备去拿手机 就这样导师就此领了盒饭 小美和小胖撒腿就跑 另一边卷毛和金发妹 正在营地聊天 身后双胞胎哥哥一棍子捅来 送金发妹领了盒饭 卷毛健壮转身往森林跑去 他找到了一间教堂 本以为自己已经得救 没想到被神父打晕过去 等卷毛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椅子上 神父正微笑看着自己 就在这时屋外一阵轰鸣声传来 神父来到外面 发现碎草机被启动了 一转身就被双胞胎哥哥抓在手里 接着将他扔进了碎草机里 只留下了一双皮鞋 卷毛正脱了束缚 他赶紧躲进了忏悔室 可是还是被双胞胎哥哥发现 另一边逃出生天的小美两人 又回到了地下室这里 小美让小胖去门口 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可是小胖说什么也不同意 于是小美直接亲了小胖一口 直接让小胖勇敢直爆棚 他拿着小刀来到门口 对着大门框框的砸着 单身狗被女神亲了一口 他直接就去找诗人摩丹条 小美趁小胖在前面吸引注意力 他爬进地下室寻找手机 没想到双胞胎弟弟又返回了地下室 小美转头看见双胞胎弟弟 他想要从窗口爬出去 可是还是被他拉了回来 双胞胎弟弟掐住小美的脖子 单手把小美举在空中 就在这时小胖赶过来 一刀扎在弟弟的后背 弟弟先是一巴掌打晕了小美 接着深情地给了小胖一个吻 直接将舌头咬掉 等小美醒来 发现自己被铁链锁住 身旁的小胖已经领了盒饭 他想要用手机报警 发现手机也没电关机了 不过小美用小刀打开了锁面 就在他准备逃走时 他犹豫许久 还是准备为同伴复仇 小美在地下室找到一把大砍刀 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地下室 他来到熟睡的双胞胎弟弟面前 一刀送他领了盒饭 接着小美在森林里撒腿狂奔 终于在路边发现了巡逻的佛伯乐 本以为自己已经得救 然而佛伯乐开车的路途中 突然感觉撞到什么东西 等他下车一看 双胞胎哥哥一斧头送他领了盒饭 小美赶紧来到驾驶室 他挂上道档 猛踩油门朝双胞胎哥哥撞去 小美这次没有留守 他开着车反复来回碾压 直到压成一滩肉泥 他这才开着车离开了这里 这部影片告诉我们 没事还是少出去溜达 再加上网玩手机不相骂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加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